悲公蛇影 有一天,月广请好朋友喝酒 朋友很是高兴 但当他端起酒杯的时候 却发现轻轻的酒水里游动着一条小蛇 他很是为难 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于是就硬着头皮把酒喝了 回家以后,他越想越难受 老是觉得自己肚子里有条小蛇在动 于是就病倒了 月广听说朋友生了病,就前来探望 并问他是怎样生的病 朋友就把小蛇喝进肚子里的事告诉了他 月广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 解释道 那酒杯里的小蛇其实是挂在墙上的弓 在酒水里的倒影 朋友一听,恍然大悟 于是病也好了 从此,两个好朋友的友谊更进一步 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畅序情怀 悲公见蛇影 疑心生暗鬼 其实,悲中的蛇原来是不存在的 由疑心而起 亦由说明而灭 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类似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弄清原委才能了解实情 如果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他人 那么一切都值得怀疑了